歡迎來到膠視變場 潘色photo.hk Chen KK 最近我們膠視都是笑少了R7很久 那他一定是笑了看膠視 說到隔壁台出了一個評測簡直笑死 電子快門1秒30張 但是Ruling出一下就完全不行了 漿漿變成型 到機械快門1秒15張 Buffer又不行了 1秒鐘就爆 即是沒有鬼用 給你槍槍,又不給子彈你 鬼用什麼 所謂預先拍定,pre-shooting,0.5秒那些 就是因為那個Buffer不夠 而令到它根本上用不到 字面上就很厲害 實際上什麼都不行 每一個就好像小朋友做功課 只有一個筷子 第一個做完 但裡面的內容全部錯了 字又不像字 答案就要改三次才對 這條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條沒有問題 有問題我回應它 Buffer這個電子的問題 其實我在A7R4也有出現過小問題 甚至乎我站定,按連拍 人們不動 但是畫面有一點扭 但就沒有那麼誇張 不會像爆炸頭一樣 拍到那個波會變形 那些真的挺嚴重的 Delight 下也是這樣 這樣就差一點 所以其實也要提到電子快門 其實就不可以亂用的 一直都在說 拍快的東西就更加不會用電子快門 高級機也可以的 其實A9第一代已經是用了 很好用的,完全沒有問題的 其實如果在說一個牌子 是在專注你的電子快門 可以解釋到所有東西 類似這個Global Shutter的機身 其實A9是沒有出的 其實這個Canon是沒有出的 咦?沒有出的嗎? 它根本上都不行 它就強行推上去標榜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太忠實的 不是,是它的chip set不行 其實不單是CMOS不行 它這兩個技術都不行 是的 它chip set,你想想 正如你本身M6 Mark II 你是一部入門機 你做得那麼強 大家很喜歡 但是你重新出一次 換了一個framework 你假裝專業機 即是價錢貴了 你假裝專業機的價錢貴了 那人家當然是拿第二把尺來量度的 現在的問題是 你真的做不到 你其實只不過是換了 我懷疑你那個Digit 8的名字 都是改的 究竟有沒有換到都不知道 真的只有你知道 所以這個真的很嚴重 它講的例子真的非常準確 就等於小朋友做功課快 其實不只那麼簡單 現在是講你考試做好快 然後零分 還有其實我有一件事 我覺得它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好了 到你技術上有樽頸 那你就迫於無奈 你告訴別人 2個5個30張 那些人就算你 不介意那個波變形了 那你給別人合理 但是問題是 buffer一些東西 你是多放一些framework 是很容易解決到問題的 你還是說機器法門 比你1秒鐘爆 這個是他本身的公司不厚度的 不是 他因爲是狗改不了吃 真的 你從來 已經是20年了 你都是把那些spec 怎樣砌得漂亮 來推去市場marketing主導 嗯 即是怎樣去推銷部機 就把所有spec 組織 到回頭 在有限的技術 怎樣可以組織到 這些東西齊 來推出市場 一聽下去 嘩很棒 很厲害 是的 廣告是適合做廣告的 那些功能很長的 但是用起來 全部都用不到 說回0.5秒程度 那時候我用的那些Olympics 剛剛拍到小鳥 我都覺得原來這麼有用 還要拍到 還要不是變形 那些 其實那些 那些這麼小的 CCD做到 這些為何做不到呢 很簡單 1秒30格 1秒30格 如果是變形的 其實我想要一張 是 你30張都變形 可以的就可以了 即是一張都不可以 你一張都不可以 你一張都不可以 那我買A6000就可以了 已經 是啊 我其實很多年都用得很好 現在還在用 其實那時候應該是1秒 機器 10格左右 10格 AX7已經有了 AX5已經有了 那我們寧願說 你每1秒拍慢一點 你又不乎 給多一點 不要那麼容易爆 那就解決到這個問題 它最不厚度 是你的鏡頭也不厚度 做得薄嗎 它更退步了 即是更差 那你在技術上 有什麼平頸 即是當你Cmons 當你chipset 有平頸 你做一支鏡頭 難得到你Canon 大哥 我覺得是不是Youtuber 試面去 試一個 如果是我 我就不會試它1秒15張 試它1秒8張 那你buffer拍久一點 就好看這段片 那不行 它賣1秒30張 現在 唉 即是不懂得包裝它 我想 不是 Marketing 包裝 都是問回教涉 其實很多廠商都是 有時候 消費者的選擇 離不開幾樣東西 首先就是 它的外型漂亮不漂亮 它的規格 亮不亮麗 以及它實際操作 好不好用 下去這三樣東西 其實Canon 在EOS M的時候 考慮得很周全 是啊 很好用 我不是經常擁有 我都覺得很好用 又漂亮 又有白色機 又有細部 方便好握 手指位斜面 轉盤 刺激得好 即使細部都好握 有細部 你又會拿出街 加上它低廉的價錢 它的規格就非常亮麗 比起現在的新機 它低廉 其實也不是十分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R2很便宜 是啊 頂死Sony 哈哈 那還未出ZV-E10的時候 它已經是囊括了便宜的階段 那也是 是啊 所以其實 它自己 將自己的定位 設定這麼高的時候 現在回落不了 這件事是 但是它還要搞笑到 明明做對的事情不做 是啊 為什麼要停的 那是加 近年期的用力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當你這部R7 你設定了規格 是為了要贏大家的 你可以 五擠牙膏買到很貴的 當然是 有心買 或者是很喜歡的人才買 那這部R10 是可以很好 performance 哎呀你又不是 那這部R10 你真的 你看到那部電都不開胃 是啊 相對來說 我覺得兩部都出錯了 它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你Nikon 講 就是Nikon講的 譬如說 它這部電可以拍到多少張照 那你是永遠 真實 是多過它給那個數 Canon是反過來的 他說這部電可以拍到200張照 第一天可以 新年那一天可以 真的 為什麼是這樣呢 其實有一件事叫做 博弈論 就是長期的博弈 和消費者 我們會學得聰明的 還有以前 就是媒體 可能沒有現在那麼多元 沒有人好像我們 亂說話 可能給你杯葛一下 不借一下機 我們就收聲 但不會啦 但現在不會 就是你不是大 現在沒有大台 就是醒一下 那些管理層 就是我們好言相向 就是沒有 不是這樣 這個世界 不是這樣運作 是啊 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激怒了你本身那些使用者 走的 我們肯定說 我用了Canon 真的二十幾年了 我也是十年 你已經沒有用很久 是啊 真正走 所以就是 看看市場 有時候宣傳好 不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 是嗎 我可以解決所有人 每次都是 我可以解決所有人 那些管理層 那些管理層 我們可以解決所有人